这里是山东济南 我身后有一座规模非常大的野木 这是一座汉木 这个是1995年的时候 附近村民在山上踩石头发现的 我们经常说汉木实事久空 但是这座木从来没有被盗过 那这个木的木主人是谁呢 在汉代这个地方有一个诸侯国 叫吉北国 木主人就是吉北国的最后一代王 刘宽 刘宽是刘邦的玄孙 跟汉武帝生活在同一个时代 而且他跟汉武帝发生过一段 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这座木跟这段故事关系非常密切 这座木跟以前去过的那些汉木不太一样 现在那些比较有名的汉木 大多是像个山洞一样的 这个木是开放式的漏在外面 这里有一个知识点要讲一下 那种像山洞一样的汉木 那个叫横穴崖洞木 它是从山坡上横向把山体掏空形成的墓葬 这种木呢叫数学木裹木 这个是从山顶上往下掏空山体形成的墓葬 这座木看上去比那种横穴崖洞木结构要简单 但是呢 这个建造难度一点都不比那个差 这座木的规模非常之大 整个木的面积有1500多平方米 中间这个墓室 身是22米 相当于现在的10层楼高 这座木的凿石量达到了8000多立方 这个已经超过了非常有名的徐州狮子山楚王林的凿石量 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墓的布局 靠近镜头的这边 这个是墓室 后面那个长的那个 那个是墓道 在西汉之前的时候 有很多这种数学木裹木 他们那个墓室 是直接往下树直挖一个坑 而这个墓呢 它是分两层 外面大 里面小 而且那个墓道呢 也是分两层 它这个墓室有多大呢 长和宽分别都是25米左右 我现在站在这个地方是下不去的 因为这个墓室上面这一层啊 就已经够5米深了 必须得从这一边 然后绕到墓道口那个地方 从墓道口 然后才能下到中间这个最深的墓室里面 我现在站在这个墓室的脚上 从这个地方 往这边走 这个就是墓道 看一下这个墓道啊 这个地方分三层 我现在站在这一层上 然后再往里面走 这还有一层是不是 再往里面走 这个才是通往墓室的墓道 刚才不是说吗 它这个墓道也是分为两层的 跟这个墓室一样也是分为两层 我一会从上面这一层下到墓道的最上面这一层啊 然后就可以那边通墓道口 这边也可以进这个墓室的最上面这一层了 从这个地方先去墓室的第一层去看一下 从这个地方下去 中间这个墓室长和宽分别是10米左右 这就是100平方 这个墓室很大啊 下面已经长了一棵树了 那个地方就是它的墓道 看一下 墓室固 随宽 仔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呢 这个排水沟渠到这个地方就停止了 没有栽往上修 这个木有非常多反常的地方 这是其中一点 现在我待在这地方深度有18米 看这里非常明显 这是那个排水沟渠 这个修的就非常平整了 这边也有一栋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说过这座木从来没有被盗过 一般像诸侯王级别的这种木一定会发现金履玉衣或者银履玉衣 但是呢这座木只发现了一个能盖住脸的玉负面 这是第二个疑点 第三个疑点 西汉时期印章是一个人身份地位的象征 不论是什么级别的木一定会陪葬印章 但是这个木什么印章也没发现 第四个疑点 在中国古代尤其是汉代 玉是非常重要的陪葬品 这个比金属都贵重 但这座木里边的玉呢 不仅数量少 而且质量也不好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讲过 这座木规模非常之大 陪葬品这么寒碜 不可能是因为没有钱 木主人的棺果就是放在这个墓室的中间 采用的是五重棺果 这个地方有一堆骨头 这座木为什么有这么多反常的地方 这个就要回到我们刚开始提的那个故事了 史书上记载 这位刘宽同学不是很讲究 他的父亲死后呢 他竟然跟他父亲的王后妃子乱搞 这不就是乱伦吗 这个还不算狠的 汉代流行一种偶像伤害术 刘宽用木头雕刻了一个汉无地的形象 然后在他身上扎上铁钉子 把他埋到地下每天用咒语诅咒他 结果呢 刘宽的仇人立马就告诉了汉武帝 你乱伦 这是你家里的事 我可以不管 但是搞这种东西 这可是死罪啊 结果呢 这位刘宽同学还没有等到汉武帝派人来抓他 就已经畏罪自杀了 这个吉北国呢 就因此被废掉 刘宽也就成了吉北国最后一代王 也就是说这座墓根本就没有修完 还是一座毛培房 墓主人是仓术下葬 这里面又有一个问题 按道理这个墓主人死后呢 他的家里人肯定也会厚葬他 也不可能这么寒碜 据咱们考古学家推测 墓主人是在汉武帝的官员监督下下葬的 也就是说墓里边所有的安排都是故意的 那个意思就是说 即使你死后去了另一个世界 也不能洗脱你的罪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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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的